在《鬼灭之刃》目前的动画进度中 鬼杀队现任支柱共有九人 但在漫画中这九处 其实只剩下了六人在任 另外三位非子集参 这对于鬼杀队来说其实是常识 因为十二火月中的上弦 经常会以杀掉作够谈资 在几百年中死于非命的主属不胜属 能够全身而推卸假灰田的少之又少 那么这期阿维我就要和大家 聊聊在九处之前的初前辈们 首先要说的就是在《鬼灭之刃》 168话里 于封著回忆中出现的狐蝶相难会 《鬼灭之刃》中的花柱也是本文所集的 柱前辈中唯一厌死而卸任的角色 蝴蝶相难会是蝴蝶忍的亲姐姐 绿化洛相难户的一姐也是其师父 三姐妹的姓名你中有我中有你 暗示了她们之间深厚的羁绊 蝴蝶姐妹是在被严重救下后 才加入鬼杀队的 而在不死穿时迷成为丰富的时候 相难会就已经是花柱 由此可见她的天赋一柄 然而虽然相难会实力不俗 但终究因不提上二同摩尔相命 值得一提的是 相难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 她甚至向往着人与鬼和平共处的世界 然而带着这个梦想的她 最终却死于鬼之手 这无疑是一种讽刺 花柱死后花枝呼气流令发落相难夫继承 而她在死战中所留下的情报 也成了人与相难夫相命同摩的基础 同摩之子升华了三姐妹的羁绊 但也夺去了人的生命 不过看到花与童两位住 在天堂与亲人相见 也还是让人能够欣慰的 相比花柱相难会 另一位意思的助前辈 就很令人同情了 那就是善意的师父桑岛慈悟郎 桑岛爷爷的身份 其实一直都被人们所误会 他确实是助前辈也能够使用雷之呼吸 但却并非雷助 在公事书中桑岛慈悟郎的身份 是冤鬼杀对名著 日语中雷和名差别很大 绝对不存在硬错或者打错的问题 而在故事中关于桑岛慈悟郎 也只是提到他曾是助 并没有明确说他的助名 因此可以确认桑岛慈悟郎 确实是明助而不是雷助 既然桑岛爷爷是明助 那他所使用的呼吸法 必然也是明之呼吸 至于他教弟子雷之呼吸的原因 或许是因为雷之呼吸 作为基础呼吸法比较好学 像探知郎里善意 接触久了都能落席的仪式 桑岛爷爷应该是想让弟子 学会雷之呼吸后 再根据自身特性衍生出 属于自己的呼吸法 不过从善意的表现可以看出 他并不需要衍生出新的呼吸法 因为雷之呼吸确实很适合他 另外在公事书中还提到明助 是因为在战斗中 秩序了一条肯而退役 比先印度类似 然而退役之后的明助下场 却十分凄惨 由于不孝苦地跨越头身敌营 愤贵万分的明助最好选择 以切腹自定的方式来谢罪 一位孤寡老人在没有借错人 在场的情况下 被身心双重痛苦全国致死 十分凄惨 尽管善意后来击杀了师兄为师父报仇 但他所喜欢的丧导爷爷 却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助前辈也并非人人不得善终 像炭治郎和义勇的师父 潜水珠玲珑所尽次就是一个 功成身对的例子 他并没有死于鬼之手 也并非伤残之体 交出来徒弟也很争气 算是助前辈中的人生赢家了 然而 对于这位人生赢家来说 他依然是被噩梦所笼罩的 因为他作为一名肺育师 看到了太多孩子一去顾会 这种感觉恐怕比自己战死或伤残还要痛苦吧 如丁的玲珑正在照顾着女斗子 为鬼杀对于鬼的决战做完最后的工作 此战结束后 他应该就能当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了 除了玲珑所尽次之外 还有一名退役者 也参与了大决战中的工作 那就是曾经的炎柱炼玉枕兽狼 与玲珑兽狼所尽次不同的是 炼玉枕兽狼并非是一个功成身对的贤辈 而是一个半毒而废的逃兵 他因妻子的死而自暴自欺 放弃了炎柱的位置 以及鬼杀队的工作 并且对于成为新炎柱的儿子极精挖苦 其所作所为破位真实 让人讨厌不起来 如今炼玉枕兽狼殷叹之狼 以及死去的儿子的原因 重新振作了起来 并且担任新当主的护卫工作 这算是给他曾经放弃的责任一个交代了 以上就是关于鬼杀队 会议助前辈们的分析了 宗章所述柱们无论迎来怎样的结局 都会有自己被拒的一面 因为鬼杀队就是一个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而牺牲自我的伟大组织 这在丰柱对前主工厂巫富的回忆中 就能够体现出来了 期待在动画里看到 鬼杀队战胜无惨的画面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讯息 记得留言在下方让我知道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 爱你们